就是会有一些在地游人的知识可以去请教这些游人 然后另外就是游况的这个一些历史可以到旧医护所 这个在上头 我相信大家也有去过了 那边有我们的展览 那个展览也会去讲说 那不同的这个执别 比如说木工或者金工或者是这个彩游工 他们的这些技术或者他们的生活 甚至是这边的宗教文化 我们知道说这边有城隍庙 那城隍庙在终于古路的时候 其实也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角色 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希望在这样的空间去发生的 也就是刚刚我们在隔壁的空间 这个空间也可以来聊天 也可以来跟在地的游人来互动 然后刚刚的空间是我们 我这边是上的是世界遗产 那我觉得下次也可以来跟大家讲说 那苗栗的旅游 或者是在苗栗的这些的这个文化资产 或者苗栗的文学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想要在出航村这边 在这个八连洞的这个区块去呈现 那特别是在一个后工业化时期的这个阶段 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空间的活用 让这个历史可以告诉后代的子孙 那这个后代的子孙制造之后 他可以再透过先人的智慧继续走下去 而不是说他没有得参考 他就比较是截断的这个历史 而且有时候我们也很怕这个我们的子弟 年轻一辈的他们可能就不尊师中道 所以越知道越喜欢文化资产 他们越会尊重长辈 这是我们有发现的状况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奈良索的这个中间 好那我们可以再回